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温柔善良 让我情不自禁地爱上 熟悉了之后 她对我特别关心 我感觉到了从未见过的温暖 这些年 自从跟前妻离婚后 我就孤独一人 只想着工作 现在终于有了期盼 那女人叫李念 她比我小得足足七岁 从来没想到我爱上比我小七岁的女孩 一次意外 李念离职了 她打电话给我说 无家可归 想要留住我家 我思虑了一会 便答应了 因为最近行情不好 导致了她也失业了 明明她那么努力 那么优秀 可惜了 她家境平凡 为了节约 所以她就想住我家 她是一个足玉殿的一个技师 那次出差的时候 跟她认识的 我对她出手大方温柔细心 结果她因此对我产生好感 她既然无家可归 没有办法 只能让她留宿我家 之后便好像定居在我家一样 本来说好待一个月 结果一待就是两个月 虽然我喜欢她 可是还没有这么近距离跟女孩在一起 不过也是因为如此 恰恰意外地拉近我们的距离 她温柔体贴 勤俭持家的性格 简直就是我的心中理想 渐渐地我们从刚开始的知己好友 到最后成为了情侣 其实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 从理念决定待在我家那一刻 我就知道她注定会成为我的女友 她估计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毕竟她一直也对我有好感 要不然也会留宿在我家 后来我给她又找了一份工作 同样是足欲点 但是理念依然没有离开在我家 这点让我十分地好奇 也许她真的爱上了我 然后 我在想 我是应该跟她成为情侣在一起 还是只是谈恋爱而已 毕竟我们家境不一样 我家庭优越 父母都是高管刚退休 而我也是一个店铺老板 而她出生在广西的小镇上 家境贫寒 结果当我纠结之时 在两个月左右 却得知理念意外怀孕了 那天 她兴高采烈地拿着检验报告单给我 说怀孕了 这个消息让我特别惊讶 我都崩溃了 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她怀孕了 还是我的孩子 这一刻 我的心里百味杂陈 想分开是不可能的 这个结果是告诉我 必须在一起的节奏啊 然而让我纠结的是 理念突然说该嫁给我 这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也是意料之外的事 太草率了吧 我好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在一旁萎缩着 这让我纠结 其实我刚开始只是喜欢她 觉得她温柔可爱 善良 从来不想跟她结婚 只因她的身份 让我纠结 就算我答应 我爸妈也不会答应 毕竟他们不喜欢自己 娶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 哪怕她再优秀 再漂亮 再贤惠 也接受不了 这一点 我早就知道 可是当她怀了我的孩子时 我就不得拒绝 要不然真的变成负心汉了 仔细跟她商量以后 她依然坚定地 说要嫁给我 她说 你爸妈就算反对我们 但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你也要答应 才是 这是作为孩子父亲 应该有的觉悟 当你跟我同居 就应该想到的 最终我听到她的话语 还是妥协了 然而还没等我去 爸妈那边开口 爸妈就知道了这件事 知道我们同居的事情 但是他们还不知道 她怀了我的孩子 坚持让李念离开 不要来找我 所以我就纠结 我没有把这些事情告诉父母 也没有把父母的狠心话语 告诉李念 害怕她难过伤心 爸妈只是知道 她在我家留宿 就坚决让李念离开 要知道 她怀了我孩子 岂不是要气疯了 我该怎么办 我家庭也算是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 而她家庭普通平凡 爸妈根本不会允许的 如果是你们 该如何抉择呢 故事讲完了 我是爱希 点亮频道的小铃铛 下一个更精彩的故事 恭候您的到来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